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咱们上几课做了一个添加的模块对不对 这几课咱们继续看一下其他的一个模块 就是提加操作 比如说列表 把数据显示出来 添加的时候其实还没完成 后期比如说上车图片 咱们得单独处理 先把主体功能写完 这几课咱们就做一下 添加就是列表这个管理 好吧 在前边咱们头部信息还少了一个 这个链接咱们是不是没写内容了 对不对 所以点添加图书咱们就ADV.PRP 点图书列表咱们就list.PRP 这样一点链接我们就可以清换回来 然后还有什么修改 M不是修改搜索 S怎么叫SOR SER.PRP 当然我们这里边还需要做一个SER搜索的界面 对不对 SER.PRP 看一下列表界面 list.对不对 对 列表界面我们这里边也需要包含头部 这块英可录的 包含 嗯 HEDR.PRP 然后在下边也要包含什么 Folder英可录的 FOTR folder.PRP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列表界面是不是也得写个四个语句 把数据都写上出来 对不对 对 我们这话select 分别是ID book name 还有出版社 PUB RISER PUB LSHER 出版社还有什么 出版社作者 作者 UTHOR 还有价格 P RIC 还有 时间 P Time 时间 一点 还有图片 图片也可以 P I 图片 咱们列表就不加图片了好吧 也不加描述了 from 从 Books 这个表里边 O2条件 怎么改成是 O2条件 O2条件 咱也先不加了 因为咱现在不是搜索对不对 O2 D2 O2 O2 咱们加一个排序 是不是就可以了 分野咱们后期也是后期家 都把主体功能选在家 然后使用mysacr下方线 QEY执行一下这个SERCUE诀 然后我们这块 用上RESGT资源接收 就行了 只想关闭下面有吧 有 然后我们在这块下面就输出一个 Table表格好吧 好 修出一个 鞋盖 Table表格 当然我们在表格这块 再输 这块加上笔块 Border等于1 宽度等于 比如说900 宽一点 然后输出标题 Cptn H3 这块用什么 图书列表 图书列表 鞋盖H3 Cptn 然后我们这块用 Wile循环 先把标题 对 弄出来 TH 先是T1一行 鞋盖TR 然后T TH 鞋盖TH 第一个控制 咱有可能有全选反选那个对不对 所以它加控制 第二列咱们就开始是编号 写中文 第三列是出书名称 出书名称 然后出版社 出版社最好再做一个表做分类对不对 咱现在用一个表做 所以咱就不够那么麻烦 出版社 然后坐着 坐着 然后价格 出书价格 然后添加时间 这块写上添加 时间 然后 这块写上操作 比如修改和删除操作 这个就行了 然后我们用 Wile 熊 用 List Doward for ID Book Name Pub Li S H 加 U T H O R 做这价钱 是上升时间 对不对 嗯 然后等于 My Sector 下滑线 F E T C H 下滑线 是 ROW 里边放上结果集 循环一次是什么 是一行 斜杠 T R 然后这里边我们分别 嗯 戴一下吧 TD 斜杠TD 先复制一下 然后第一个呢 咱们一般的是 用这个 Tabox ID 综号 G6值 等于 这会用这个干嘛 是一个复选块 对不对 里边存上我们现在用的ID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全选翻选多选 用GS再把它完成 然后这块 然后这块 $ID $BOOK NAME 然后再$POPLISHER 再来一个作者 再来一个 PIC 价钱 再来一个 PTIM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加上一个修改和删除两个按钮 对吧 修改删除 那我们在下边再输出一行 TR 斜杠TR TD 斜杠TD 再来一个 全选之后我们这边有个删除 然后呢 后边这块我们来一个分印 是AR CORSB等于 看我们上面一共是几点 1 2 3 4 5 6 7 8 那我们这会就得放7个对不对 ALY进行合力 让它放在右边 这会我们放上分印 当然分印我们后边是这样 好吧 我们看一下这列表有没有呢 小心一下 这是添加的界面对不对 我们得点图书列表 你看 这个列表是不是有了 分印在这边 我们添加了几个数据 数据库虽然是乱的 但是我们显示是不正确的 所以这就不需要改 对吧 做实验室做英文就行了 如果把数据库写正确的 那列表页面调解就会很麻烦 对吧 这就是我们一个图书列表 那图书列表写完了之后 咱们在这里边 是不是还可以写一些其他的列表 修改和删除对不对 对 那我们在修改和删除这块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 应该是一个链接才能操作对不对 我们在这块加一个A链接鞋盖 A这块HIF没有链接的话 它是提交不过去的 只有加上链接我们才可以怎么当 才可以点击然后操作对不对 那修改页面是链接到哪呢 那我们就是mod.pd 是不是链接到这个 但是我得知道修改哪个 对不对 所以必须把ID传过去 ID是这里边到的白链 对不对 那删除我们直接到dl.pd 或者是直接就到列表.pd 本页去处理对不对 我就不用信跳爪了 然后ID等于是不是也得把 本身ID传过去 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先鼠标放在修改上 下边是不是直接到mod.pd等一 ID等于删除是不是到列表.pd 然后ID传什么 对不对 但是我除了ID传这个的话 我还得告他一个动作 因为我是给列表页面 对不对 所以在列表页面删除 不是在别的页面删除 最好告他一个动作 也就是action动作 我是要删除 然后再把ID传过去 不然这个页面上来 它既做列表页面 又做删除页面 所以这里边我们就得知道 在哪里去删除 对不对 得知道通着我删除了 我自己删除 对懂吗 所以要交一个动作过来 那再看一下 在这里边其实我们 你看一下 这个格式 特别是时间 这样用过是看不懂的 对 所以我们还需要优化 每一个写的 我们都可以单独优化 比如说这个时间 对不对 我们需要在前面加什么 对 电铁 意 对吧 然后 年 月 日 时 分 秒没有用 你加不加秒都行 谁还纠结 那一秒两秒的事 对不对 来 我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 2017年3月1日10点 咱们刚才是一起加的 对不对 然后价格这么显示 你不给单位的话 谁以为是欧元的 对不对 或者是英镑的 所以我们价格最好前面 加个什么 加个假如是人民币的话 我们这么写人民币 对不对 后边再来个 -00 对吧 但用户输入-00的话 我们就用一些数字处理格式 你看 这话我们需要用一个函数处理 最好 如果你直接在后边写-00 那用户输入的再点人民币 怎么办 是不是就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就类似于这样 你看 我们再添加一下 在这块 比如说 这块是图书名 就叫它第一个字 然后出版社 随便写几个 做这 现在是随便 做实验的时候 数据 你看这块 它签上点798 对不对 添加 到图书那边 你看这样的数据 是不是已经有点了 如果你在后边这么写 有这样写的 -00的话 你看 图书那边 是不是后边就多了个点00了 所以像这样价格的话 我们怎么办 不是在后边写 用数字格式化的方式 去格式化的 用哪个呢 这里边有一个这样 NUMBR number 这个什么 数字格式化 这种 对 我们用这个函数 你看 保留几位都可以 对不对 按中国的 国际化格式 分日期 时间和数字 这几个 不同国家显示是不一样的 所以咱中国的千分制 去显示的话 价钱 保留两位小数 对吧 然后小数点 用点来完成 千分位 咱们用动号 那我们试一下 放心 看 是不是点99 对吧 这样后边 是不是自动加60了 这样就可以不变了 这就是我们每个格式处理 其他的你还可以处理 对不对 比如重点的作者变粗啊 因为你读出来 你可以用任意格式去做 比如说书名的话 我们可以在前边 既然都过去到书名了 那我们书名前面可不可以这样 可以吧 加上这个符号 我们再刷新一下 这是图书名称对不对 一般图书名称都带这样的符号 好 时间关系呢 咱们这节课就先介绍这里 那下节课呢 给大家介绍 如何做修改和删除 对吧 这样的一个模块的基本功能 咱们就实现了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介绍这里 再见 拜拜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